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叫做鞍 我們唯一學的弱檢 鞍無色有毒有臭味 比空氣氫極溶於水 因為極溶於水 所以可以做什麼實驗 噴泉實驗 前面講過了 綠化氫跟鞍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因為它極溶於水 所以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 是什麼方法 比空氣氫 所以是用向下排氣法 比空朝下往上冒 那麼它呢 無色有毒有臭味 可能下一個再提到它 好 抑胎胺沒有鹼性 前面講冰醋酸沒有酸性 要溶於水才有酸性跟鹼性 抑胎胺沒有溶於水 沒有解除氫氧跟沒有鹼性 冰醋酸沒有溶於水 沒有解除氫離子沒有酸性 OK 那這就是水流叫氨水 若減 我們文藝學的若減 學你叫氫氧化氨 看一下化學式看一下記住 俗稱叫做阿摩尼亞 又稱芳香氨水 化學上的芳香指的是有味道的意思 不代表它有的是香味 芳香氨水一個用就是你溫倒了讓你聞一聞 把你湊醒 應該有濕一些的湊味 把你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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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看到它有湊味 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清氧化氨 水出一下氨水 異它還沒有鹼性 溶於水層 若鹼性這叫清氧化氨 清氧化氨 清氧化氨 所以會有清氧根 所以叫做若減 若減 化學式方程式寫給你看一下 OK 這個是我前面教過的 我們說 綠化氫跟安徽互相檢驗 因為它碰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顏色什麼東西 我疑似回答我兩個 什麼顏色什麼玩意兒 15號 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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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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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阿 綠化氫跟安徽互相檢驗 什麼顏色什麼東西 5 4 紅色什麼 3 黃色什麼 2 1 請坐 不可能是黃色啦 這個我前面跟你講要你背過的東西 兩個互相檢驗 互相檢驗 檢驗安用綠化金 檢驗綠化金用安 會產生白色綠化安固體 好 這是一個重點 在當年的發明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那歷史故事就沒有講了 在對聯的考試重要 我們製造安的方法叫做哈伯法治安 就是把氫氣跟氫氣 直接合成變安 但是要在高溫高壓 所以底下有寫200度C400大氣壓 重點要拿鐵本當催化器 所以重點阿伯法治安 拿鐵本當催化器 直接把氫氣跟氫氣合成成安 然後這個化學是很方程式很簡單 就請你看一眼 因為簡單所以常會出現 看一下 氫氣加氫氣會變成安 很安 就是哈伯法治安是一個重點 用鐵本當催化器 四周氫水大概28% 百分之28 西四五倍可以叫做家庭清潔劑 叉叉玻璃 叉叉地板 殺菌消腫 被螞蟻咬了 有乙酸 拿他來跟他酸鹼中和 拿來消腫之類的 還有他能夠幫你湊醒 急救時的興奮劑 那你微一微就洗過來了 因為他有點臭味 幫你湊醒 芳香安水 芳香是指的有味道的零食 味道的零食 好 就是看一下 知道就夠了 好 然後這個就看一看就好了 劉山安前面交過 要說會帶過一次他 然後呢就做肥料 所以劉山安根料 就是做肥料的 然後呢可以做塑膠 看一眼就好了 我們也沒有教怎麼做塑膠 你就讓你看看安的用途 OK 可以嗎 可以 這個是現在常出現的提醒 告訴你說我這樣做實驗 然後問你誰是A誰是B 好 我有夾一筆丁四個透明液體 我做了這些試驗 請問你誰是誰 誰是誰 我做了這個實驗 然後請問你誰是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現在喜歡問的一種提醒 我做了實驗之後 問你誰是A誰是B 誰是A誰是B 你把我們教過的事情記清楚 你就會了 好 我們教練 聽清楚你就會了 來 可愛 大帥哥 大帥哥 真的有三十一耶 謝謝 謝謝 你怎麼又收住我了 好感動喔 可不可以不看一下題目 我那個 我那個 我那個白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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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 你相信他 答案叫做 C 答案 假椅會讓藍色變紅 表示是酸 丙丁可以讓紅色變藍 所以是鹼 蕭酸照光會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所以要放在棕色瓶裡面 你就知道 甲叫做硝酸 那你就知道乙是誰啊 乙就是 硫酸了 然後你可以再看一下 濃硫酸有脫水性 可以使方糖變黑色 所以乙是濃硫酸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說鞍是沒有顏色 但是有臭味 所以丙就是鞍 既然丙是丁就是死灰水了 但是你可以根據我們所學過的 澄清死灰水通入二氧化碳會產生白色混濁 所以丁就是死灰水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就是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就是C 答案就是C 就是我講過現在喜歡考的題型 做實驗 然後問你誰是A誰是B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